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5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现场实作教学直播之前 我们先放2024年手法更新 颈部原始点 好 我们先放这个视频 然后再实作开始 颈部原始点 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分水平垂直两段 水平段即头部原始点中的 整骨下颜原始点 垂直段则位于颈椎两侧 起于枕骨下颜 发际内的大脖筋 顺筋下行 指于颈肩结合处 涵盖范围 颈部 肩膀 致锁骨 如图中黄色区域所示 颈部原始点 颈部原始点 操作方法 要做对侧的时候 一样建议 跟头部操作一样 用弓箭布 工具也是一样 用手肘 掌心向上 各保持90度 然后第一个点 就在整骨下颜以大脖筋 好 这就是第一点 按进去 顶住之后 然后开始来回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好 我们再来介绍 铜侧颈部原始点 如果是铜侧的话 患者面向你的时候 操作者采用弓箭布 重心要低 好 弓箭布 工具一样 用手肘 掌心向上 保持各90度 第一点 按之后 然后开始推 第二点 按 推 第三点 按 推 第三点 按 推 第三点 按 推 第四点 按 推 至于舒缓方法 一样用掌根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稍微蹲下来 颈部原始点的按推 注意事项 除了头部 不要操作者旋转以外 尽量以患者自我旋转 还有按推的位置 一定是沿着骨旁 第一个不能碰骨头 第二个也不能离开 骨旁太远 这些操作都要小心 我们今天现场 现在是在吉林 好 吉林推广点 吉林我们看到你们了 现在好 请你们那边开始 好 老师好 好 大家好 吉林你那天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要分享给老师 就是很精彩 五天就全身红斑不见了 有没有 有 对 全身红斑不见了 那个案例 就是那个前后比对有做出来 要不然我先放出来 然后你等一下 大家看完以后 你就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先把这个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江粉泥妙用 按推五天 全身红斑消失案例 王女士 王女士81岁 2023年10月27日 摔跤造成骨折住院 手术后全身发痒 从两腿开始长满红斑 每天感觉热 流汗多 腿部红斑逐渐变紫 全身都是越来越严重 医生说没有办法 2023年12月12日 求助原始点 全身长满红斑 下肢斑块已经变色 开始变坏 感觉发热发痒 睡眠不好 肚子大 全身也有浮肿 双腿疼痛 不能正常行走 没有体力 带着轮椅和坐便 搀扶可以慢慢站起来 处理方法 一 建议马上停用所有药物 二 能站起来就不用轮椅 三 把饭菜焖软煮熟 吃热的 四 每天全身按推原始点 集涂姜粉泥 每次一个多小时搓三遍 从脸部到四肢 全身前后都搓 一切都搓 要是新的 妈妈姐来 你给他 给他 给他 一样 让他扣一个 手 小 哎呀 对 对 对 哎呀 这大肚子 这大 太大了 看他这胳膊都是 就他这全身 全身全身 全身 五 室温保持27到29摄氏度 这样可以少穿衣服 六 将身份做成糊 五十到六十克 只能在室内走走 晚上睡觉 用电热弹 连续处理五天 全身红般消退 皮肤干爽光滑 不流汗了 睡眠也好了 最重要的是 能正常行走不瘸了 脚有劲了 腿不疼了 原以为 需要长期作战的 疾病几天就好了 真还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应了老师的一句话 只要方法对 病好不难 用姜粉泥按推脚步时 发现一处 陈旧烫伤 换处发黑 褶皱堆在一起 有肉疙瘩 真看不出 是四年前的烫伤 用姜粉泥按推几次后 颜色变淡 皱皮平滑 姜粉泥的威力 看得见 新伤旧伤一起康复 这是病患及家属 万万想不到的 老伴看到原始点的效果后 也主动住进来 希望用原始点 帮助他解决多年的 手脚麻木的症状 之前女儿曾经给他介绍原始点 他不信 只信药 没少花钱 老爷子也82岁了 先帮他把全身开关打开 他感觉轻松多了 前胸后背四肢 搓姜粉泥 因他不惜运动 曾经有医生 跟他说不要多动 否则脚会更麻 他就不敢走动 为了让他多动 并学会自救 我们帮他按推几次后 症状已经缓解 叫他自己每天多次 用姜粉泥 推揉手脚 手脚麻木的问题 也逐渐解决了 2023年12月21日 我们劝两位老人回家 看得出他们有些恋恋不舍 也许是因为病好的太快 还没有缓过神来 也有对我们的依恋和信任 对已经八十多岁的他们来说 这种求医方式 他们是第一次遇到 简单 速效 没有任何压力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处理后 没想到 其实也没想到 他好得那么快 我自己也没想到 他好得那么快 只是 肯定的 我告诉他了 肯定能好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不是那么快能好 那他那家属呢 就 更高兴了 更惊讶了 因为他去看病的时候 在医院说 这个没什么办法 像他这种情况 可能是在医院也就是打急速吧 告诉他们没什么办法 然后 然后呢 那个 都感觉 特别神奇 他自己也感觉特别神奇 家属都 非常高兴 然后呢 还有一个 紫电的 就是在医院看那个紫电的 大家好 我是原始点的受益者 我是2020年 突然有一天 腿上长了很多的红点 而且压制不褪色 然后第一反应就是 我过密子电又犯了 因为我对这个病 真的是太熟悉了 我七岁那年等过一次 22岁那年又犯了一次 这次呢 是第三次了 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知道 那几次犯 我都是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 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好 而且对于身体上的伤害啊 我觉得每一次的打击 都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 是我小的时候 打了很多的激素 整个脸啊 身上啊 全都是 就是那种激素肥胖 然后 也 因此呢 收获了很多的外号 同学们都给我起了很多的外号 那个时候 就是 也小 然后后来 第二次就是 同样也是吃药 嗯 不让夏地走路 工作什么的 通通的都死了 在家养病 然后也是用了整整的两年的时间 才算不起 这次呢 是足足三年了 还是一点 用了各种办法 然后 还是没有 一点的那个 好转 然后也是 工作也辞了 孩子也带不了 因为这次嘛 因为西医啊 始终是让我这个 卧床 然后我身体呢 也是走样的 身体一点劲都没有 我喝了两年的中药 一点效果都没有 孩子孩子带不了 工作工作没了 因为西医呢 始终就是 嗯 那我卧床 然后我整个身体呢 严重主要 我觉得我一直 在崩溃中自愈 后来 我朋友跟我说 说 不行 你去 记忆那儿看看吧 他说他老是 顾名姓子店 然后在记忆这儿 一周左右就好了 因为当时我从来 没有听说过原始点 嗯 其实我也是抱着这个 司马当国马懿的 这个心态 然后去 接触这个原始点 然后第一次建筑记忆呢 然后记忆就跟我说说 就给我按推这个原始点嘛 给我按这个原始点 发现我体伤还好 不是特别重 我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外热源不够 所以就也通过运动 然后喝姜泥 然后推姜泥等等 这些才治疗 主要还是这个 然后最重要的 还是得靠自己锻炼 我真的是 嗯 嗯 我记得我第一天推姜泥 然后 呃 大家在那 在这个 记忆那个 驿站 推了这个 按了这个原始点 然后推了姜泥 嗯 因为我家是 住得很远嘛 折腾了一天 真的是足足的一天 倒假 以前我要是折腾一天啊 在外面待一天回家 我都不敢想象 我的腿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这一次呢 我发现 就是 我的 原来起的那些点 颜色变浅了 不说 而且就起 基本上 新起的 基本没有 所以就让我 就是 突然对这个原始点 宿然起敬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开始 呃 运动 然后因为建议说 光靠这个 呃 外 外力给我补充 这个肉圆是肯定不够的 还是 是抵抗我自身 然后 于是我就开始运动 对于 基本上 没有运动 这个 三年 的人来说 运动真的也是一件 非常考验耐力的事情 但是 为了我自己的身体 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我的家庭 我只能咬着牙坚持 我记得我 我现在已经是 嗯 第三周了 基本上就是 不起了 基于说 还得是保持这个 热源的供应 加强锻炼 按原始点 推姜泥 然后喝姜泥 只是辅助我 最主要的以后 还是得靠我自己 我一定能做到 还自己一个 健康的身体 我也终于认识到 原来我可以 不用吃那么多的药 花那么多的钱 治我的病 嗯 这几年 这个钱 真的是花了 无数无数 呃 求疑无门 到了求疑无门 的地步了 然后我也希望 我身边的人呢 能够 知道这个原始点 然后 不要等到 求疑无门了 才想到原始点 而是因为 能够想要一个 甚 远离医院 呃 远离病魔 这样的一个心态 去接触原始点 这样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会健康起来 病了这么久啊 我常常跟我身边的人说 有什么 不如有一个好的身体 从我姑娘生下来 我就开始生病 嗯 病了这么久啊 她知道妈妈 就是不能抱她 于是每一次 跟我出门的时候 从来都不让我抱 乖乖的自己走动 然后一直从她 就是懂事 啊 她也照顾了我很多 因为身边的人 一直在 啊 告诉她说 妈妈身体不好 你需要多照顾妈妈 嗯 这一次呢 就是 从来没有好过这么多 然后 我就跟我姑娘说 我说 等妈妈好了之后 妈妈一定会带你去 嗯 旅一次游 因为这么多年 也没有好好陪过孩子 我也很庆幸啊 我姑娘能够这么早的 去接触到原始点 因为每天我在家 退江泥啊 也好 或者是 运动也好 我姑娘都会跟我去尝试 嗯 我也很感谢 驿站的 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给我的帮助 我也会用我自己的 微博的力量 去好好的宣传 原始点 然后学习原始点 我希望 有一天 我也可以用它 来帮助我身边的人 脚筷上有没有 脚上有 也有啊 嗯 再转过来 哎呀 这边更多啊 嗯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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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那个 才听着他这么说吧 我这心里都还蛮酸的 其实他来这些天 我真不知道他有这么苦 我觉得他那个病吧 是个小病 其实我也没太管他 给他推了两次原始点 我发现他的 他出体伤不是很重 推两次他就 他出体伤不足够疼了 然后都是 就是新来的学员 给他推江湖 那他就好的 这么快了 听起来这个我们看起来挺 挺小的病 他们却这么苦好多年了 又治了这么久 他每次犯病 其实在之前我不知道他 这次他是治了三年了 我以为他是心得的 好像他这么一说 他是从小就犯过几次的 每一次犯的病 他都是需要打急速或者是卧床 都是这么治的 这次治了三年美好 听起来蛮难过的 然后呢 他触动挺大的 也年轻 发自内心的 退伏原始点 跟我说 然后有时间 他要学 学习 他感觉 他以后能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能帮助别人 然后吧 接着一个机会 我跟老师汇报 就是 我觉得吧 就是以前 在这次上香港学习吧 在这之前 我们做的确实是 挺累的 我都感觉出来 就是以前上我们这儿来学习的人 一看我这么干呢 他看我 干得挺累的 都吓跑了 所以一个人都少 他一看我 他说 看我干得太累了 他们都不敢干了 然后我以前 不是跟我说 我说你们要是跟不上我 你们也做不了 所以都几乎都吓跑了 这次学习回来吧 我就 回来之后 我感觉 我做的轻松多了 真的没有这么累 让老师指点一下 我觉得我 如果是之前 我有 一点机会 老师找点学习 好像 不能累成那个样子 尤其是 现在我重视 这个姜粉泥这个案推 以前我就是推原始点 推原始点 姜粉泥什么样才能推呢 就是 症病很危重的那种 他才有机会 可以推姜粉泥 然后差不多的 都没让他们推过 现在呢 我觉得用这个姜粉泥 这么应用 这个 他这个康复的时间 就缩短好多 就缩短很多 就像那个 王阿姨跟那病 他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 他说大概也多长时间好 我说还不等一个月呀 我感觉就等一个月 要是以前呢 那个病好像是等一个月 所以呢 就是每天啊 就是认认真真的 给他推一次姜粉泥 所以这几天就好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这块这个病患呢 基本上 也没有太轻的 太轻他也不来 没有太轻的 都有点又不行了 他来了 所以我们这块 专门 那个 给推姜粉泥 我们今年就是成立了一个 我们叫 那个解证小组 四五个人 定下来的 定下来的 其实我们固定的 我们有四个 固定的有四个 然后 然后那一个呢 是这外地的 就是 曾经在这学习了 学习的 又一直支持我们的 他们会安排时间 就是 每个人来待一段时间 下一个那个再来解 就是这样 我们抽了五个人 就算了五个人 我们这五个人呢 就完全 来一个病患 完全对付一个 好给推完 推完原始点 然后就是 该怎么做 怎么做 就是 推姜粉泥 重的不用说了 全推 都会推姜粉泥 专门 专人给推 专门照顾这一个 然后 那个 在指导他的 日常生活 比方说 怎么吃饭 穿什么样的衣服 能保暖 就是这些细节 我们 今年就这样做 那个 其实会是 老师指导我们一下 就这样是不是 是不是 合理 那个 因为我们人手 人手也少 然后受不了太多的病患 还是量力吧 尽量 尽量 那个 一看 那也就 他们也不能停了 那就只好 就让他来了 来了 我们就 那个 差不多是全力了 全力以赴吧 我们现在这个 接待能力还挺差的 但是我们这几宫义工 其实我很佩服他们的 都挺能干的 都挺能干 都真发心 确实不屠明不屠立的 而且我们这块这个义工 来都是付出的 他们是来扶持 服务战的 全是来 付出的 无论是 就财力物力 都是靠我们 现在这些 一股 老师 我还有一个 现在 最近这两天吧 碰到几个 都是精神上 有问题的人 精神上 有问题的 这些人呢 按推 居然能 都解决了 按推都能解决 而且还挺快 然后我就想 这个应该是 属于 治胃病 就比方说 有一个 那个老爷子啊 他就骂人 坐在床上 他坐起来 有力气了 他就开骂人 把脾气老抱了 然后我就给 那个啥 给他放倒 给他推原着点 推完 他居然不骂了 那这个也是体伤 他也是体伤啊 就符合我们 治胃病的 这个理论 是吧老师 他是 他就是给他推完 他就 一点脾气 没有了 而且在推 头部的时候 推了 就这边 推了一半 推了这个耳朵 之后这个整股 刚要推的时候 他就很老实了 就是在那 享受型的 那怎么让你给推 然后我问他 疼我 他说疼啊 疼 但是 他也想推 他也不挣扎 也不挣扎 推完之后 推完半个脑袋 他说话就很正常了 就不骂人了 就好不说话 然后还有一个 我妹妹家的一个 我妹妹家的一个 那个闺女 精神病了 年前得的病 他得病的时候 我不知道 有一天我上寺院 他们领他上寺院去念佛 治病呢 然后我碰到他了 他在那块 他也不念呢 还倒挽 然后我给他领家来了 给他在我家住三天 他也好了 就是给推完 那心情都好了 学抽烟都抽了 然后就像这种的 我发现他们的体伤 都是头部 在上背部 那这个都是 我就想 如果发脾气的人 心情不好的人 就是说每天 有怨恨恨恼 那么烦的 我就觉得给他们 弄来按原始点 就好吃 就给他原始点按开 他身体轻松 他心情就好 那这个算是治病病 他那也是属于 就像这精神病 就已经是一病了 就是在没 完全得那精神病之前 或者是按按原始点 他是不是就可以 得这个精神病了 老师这应该是 这么个道理是吧 如果他行为上 已经表现出想骂人 或是不大正常 那个应该算是一病了 那这个精神观人症的 不管是精神分裂 甚至到睡不着 大部分都还是头部体伤 那这个按完体伤改善 一般症状是可以缓解下来 然后再加强热源的补充 那如果说治病病是 他还没有什么 这些精神的问题出现 那我们害怕他 以后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头部就可以先处理 这个叫治未病 那你刚刚提的 他已经在常常行为表现上 喜欢骂人脾气也不好 那这个 这个算是疑病 在我看法 但还是从头部体伤下手 是完全正确的 那他被按的还能够很享受的 可见你们手法进步很大 不是用蛮力 如果用蛮力 以前我记得你们来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力道还比较僵硬 猛一点 那这样患者可能不是享受 很可能他是在被摧残 那听你这样讲 他能够喜欢被按 也有一种这样感受 然后按完又能够缓解 那代表你们的手法 应该是进步很多了 所以很不错 像这样都能解决很好 我也会感觉得到 就是从这次学习之后 我们就 我说的感觉轻松很多 一个是从这个病患 他康复的时间会缩短 我自己干的 也不像那么使力气 这个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多跟老师学习 我们在紧跟着 紧跟着老师的脚步 一直在继续努力 我们还差很多 然后我们通过跟病患吧 就是我们跟病患一起学习 他们也学习 我们也学习 其实是病患 确实是老师 病患来教我们 教我们很多东西 好 谢谢你们的分享 老师 老师 你有要求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他技术男讲得很客气 其实你们像第一位患者 那个皮肤的问题 确实一看就知道全身性的 然后行动也不大方便 那一看就知道这是重病 那重病当然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那你们全身能够这样彻彻底底的 帮他做了一个多小时 这很不容易啊 一般人 志工要有这样的耐性 能够帮他这样服务不容易 也确实看到这样 因为他要有成效 一定是那个涂姜粉泥过程中 那个力量还是要进去 不是一般像外面这种涂法 所以你们还是会有用力 那一个多小时下来 其实是很累人的 因为我也做过我知道 有时候半个小时就觉得 很吃力了 有时候我都会叫 我都有时候会叫我们志工 如果像要涂大面积 有时候累了 可以就是大家轮流做 那你们这样 既然五天就能做成 那个速度之快啊 是很难想象 那表示你们 已经就是把姜粉泥这些涂的要点 要诀啊 都已经做到很彻底了 那我在想 它好得那么快 还有第一个 它一来就一直住在你们场地那里 对不对 住一整天 对 不跟外界接触嘛 包括饮食也都掌控在你们这里嘛 对吧 我们一起吃跟我们一块住 不会假的 我也觉得 我们一块住效果好 对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特点 这个应该要保持 因为有时候基金会没办法给人家住 就是你跟患者讲了很多 然后做的都正确 但是他一回去 就不能受掌控了 他又回到过去的习性 那隔几天再来 那个效果就显现不出来 确实要把这些重病做成功 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 好 我大概补充这样 而且我看你在涂姜粉泥 那个皮肤病 我看你这一次香港学的手法都有用上 还有我最近影片包括乳癌的一些按推方法 涂法 好像我看你推的时候也都是用上了是吧 是的 就是老师这次把那个手法给规范了之后 我们回来都完全照做的 就是新来学习的都是那个指示 对 这样会比较神力啦 教你们的就是神力 然后力量就能够进去 效果好 然后病患 他的感觉也好 病患很舒服 是 跟我们之前想怎么推就怎么推 那个完全不一样 还有老师 那个 就是紫便的这个 其实他现在可能是还不知道 我是说让他运动嘛 那之前那个 那个老阿姨 他就没有什么运动量 因为他80多岁 他80多岁了 他也就是在这屋里边 走一走 他也不太爱动的 那个 这个 紫便的这个吧 他不是年轻吗 其实 他这个病啊 我就知道 我们就是 光给他推姜粉泥也会好 但是我当时我没告诉他 我是说让他需要运动 因为我看他的体质不太好 他长期用过急速 那个腿 好处 就是身体变形了嘛 也 虽然年轻 但是他也不是体力很充沛 然后我就告诉他运动 就是可能是能 就是为主要是让他运动是让他改变体质 以后能更健康嘛 其实 我觉得如果他不运动 那个病 他这点皮肤病 就不运动也能好的 好老师那我们下一次把他们的这两个案例都做出来 好 刚刚那个指电的那个那个也很精彩 我们再把他的 他技术栏都有传他的影片过来 好老师那我们自己做可以做出来 好 我们这边还有个有几个重病 就是 现在 在这两个就是能脱床了不能自理的 觉得他们好的也算 好像也挺迅速的 让老师看这个 这个 他就 他卧床 卧床了 卧床了吧 他以前是做原始点的 他以前是做原始点的 其实我今天 我这种戒水机会批评批评他 他不太重视这个 那个姜的品质 以前我因为这个事我说过他 然后后来我就不大想理他了 他是沈阳的 他不太重视姜的品质 然后就就弄那些那个什么呢 就在网上买的那些姜什么的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大事吗 没有什么大事吗 然后 然后他今年是过一年 正月 正月他中风了 因为他是做原始点的 他这样还行 他没上医院 还相信原始点 但是在家吧 他们 他们在家的时候吧 那个 他们几个人 给他推原始点吧 没解决问题 推了八天是吧 没几天 然后把他法令 三一四一号到这 然后那个 没解决问题吧 之后他联系我 让他过来了 反正是他们 这个手法还得提升 那个我都 我都觉得他们需要提升 然后 然后 那个 我就让他过来了 过来了 其实他这个 我给他推一次的时候 他就踏在床上能拱起来 就是趴着 就能拱身 他来的时候是 坐坐不住 坐坐不住 躺在床上翻身 两个人揪都揪不动的 就是 一点都不能动 而且他半握身子 这半握身子 这半握身子 一点知觉都没有了 就是那手脚没知觉 不知道疼 也不会动 然后 然后 我给他推完 那个 原始点之后 他就能 他就能这样 在床上拱起来 第二天呢 第二天 然后当天 我怕他犯病 他说心难受 他来的时候 呼吸 憋得上 又来得很晚 那时候 我们就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夜板 给他推了 全人给他推降泥了 我就怕 怕他 那个 呼吸 难受 有危险吗 我就 就是当天 加班也给他弄了 直到第二天 我再给他推一次的时候 他就仰躺 就是 仰躺就起来了 就坐起来了 之后他一天一个样 每天都一天一个样 后来他会走的时候吧 他不会躲 就是对面有障碍物 或谁碰他的时候 他只能 就是 干等 反正躲不了 现在他是 全都能指挥自己 躲着走 绕着走 都自如乱 这个手 没知觉的 这个手脚 都 有知觉了 也能动 这不就能动了 手也能动点 所以 这个我也是觉得 这都是我们这次学习之后 才有这些效果 还有些小病的 哪都疼的那些都有 我也感觉到那些效果了 这里头有 还有一个卧床的 现在等着躺着又睡着了 他现在爱睡觉 我给他退 我给他退的时候 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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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架 但是他也能起来 他能起来 也能起来重了 反正整体吧 我感觉 现在好像这个病 我们对治这些病 比原来 轻松很多 所以我们体会到这点 现在我们更重视学习了 老师讲的这些观念 这些理念 我们一定要把它理解 应用到临床上 这个就是我们今后 那个主导方向的 然后我们自己 大方向还是靠老师之眼 老师帮我们掌握方向 那感恩老师 谢谢 你们团队也真的不简单 我刚刚看了 包括那个走路 那个都很难处理的 现在都 久病卧床都能够 这样走到这样 应该进展都算蛮快 一星期之内吧 一星期之内起来的是吧 一星期之内就起来 他每一次都 一星期就能走了 就已经能走了 再很快 可以上楼了 能上楼 现在能爬楼 现在能爬楼了 昨天爬山 一开始坐轮椅 起来帮他放个椅上 后来用拐 轮椅扔了 拐也不要了 现在就自己能怎么 能一层拐 那你那个技术呢 你可以拍一段 他自述的 然后你们讲解 我们到时候 我都有 后置做起来的播放 给他处理的 那是那个照相 谢谢 谢谢你们 好那老师 我们下面有一个 这个是写信来基金会询问的一个案例 是在锁骨 锁骨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 他都是从网上学习 然后他做 他碰到瓶颈 他要请教老师 我们放一下这个影片给老师看一下 老师这个请教你的是说 我先把他的问题先念一遍 然后我们再来看影片 他说 请问我老公锁骨上的肿块 要怎么处理 现在是不小心动一下 他就会喷血 有没有处理方法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下一张 他是说 张医师 我在家里是看原始点的视频 学习手法 然后帮我先生按 但是一直都没有见好转 要怎么办 那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肿瘤太大 然后顶抱血管 喷了好多血出来 一开始还以为是有肿瘤的淤血 然后也是在想说 是不是到香港原始点 老师有培训的志工 去跟他们学一下手法 那老师我现在先放他那个 他那个在喷血的那个影片 老师看一下 老师你好 我说问一下 现在那个肿瘤老师 这样拼他的血啊 是等他要一几几几几流出来 还是怎么样啊 现在处理啊 出好多水哦 我说说那个 等他流一下 流完再用那个姜汤来洗 怎么样 流了好多的还没停呢 好 老师他是在那个 写信道基金会 然后把这个影片送过来 请教老师 那请老师帮忙解答一下 好 第一个 他那个肿瘤确实比较大了 这个跟乳癌患者 有益起同工的问题 那处理的方法 跟乳癌那个手法是一样的啦 就是固定 然后在肿瘤的周围找痛点 那痛点按了 会让整个周围循环变好 那循环变好 里面包括组织液 甚至血液都有可能流出来 那流出来他在问 那血一直流怎么办 这个问题还是要让它流完 自动流完 而不是要止血它 不能止血 因为如果你止血或 让组织液不能流出来的话 那最有可能就是肿瘤会越来越大 那这个处理方法 他问能不能去香港 那个志工那里学手法 我认为一定要 因为你自己不懂得按 然后也不懂得找体伤 那这个我觉得会 让那个病情拖延 我还是建议去找志工 然后跟他学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他们也会告诉你 这样会更直接啦 然后现在他已经动不动 就会喷血 还要注意的就是 他要补充内外热源 因为到了这样大 然后会喷血 流很多血的话 我担心是将来会热能不足啦 所以遇到这样的患者 一般都归类为重病 那重病的处理 不是守重在守法 而是第一个要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你怎么加强 热源的补充 那有了热源的补充 包括配合运动种种 那让体力变好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 然后再来处理 那按推也要看情形 如果他每次碰都会流那么多血 应该是不会啦 依我经验就是有时候他流一流 下一次再按的时候就没有流那么多啦 一般是这样 他身体也会去调节他 有时候你刚开始他流很多 最后身体在修复的时候 你第二次再按也许就没有流那么多了 所以这个过程中最最重要还是热源补充 还有配合运动 我认为 然后再来守法一定要跟志工学 然后记得按的过程中不是要按肿瘤 绝对不是按肿瘤 因为你去挤压他 他反而组织会破坏掉 而是在周围找压痛点 记得我讲 那压痛点找到之后 你帮他涂姜粉泥顺便按 然后让热源渗透进去 它那个肿瘤部分就会变柔软 然后甚至经过整个循环变好 包括组织液流出来 血液流出来之后 肿瘤就会慢慢缩小 这个才是一个整个的治疗过程 那这样的过程 还是要找专人来教导你 因为实在太大了 我怕你没有经验 然后你们又会乱想 比如流血 那该怎么处理 其实流血就是 是让它自动流 也不是说过分的 一定要让它挤出很多血 不是这样 不能挤肿瘤 让它破坏了流血很多 而是找周围的痛点 那周围痛点 刺激循环之后 它这个血流出来 那是正常的流 而不是经过错误的处理而流 所以我觉得手法还是要 专人来教导会比较好 好 我就回答这样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答疑就答了回答这个 好 今天的直播我们应该都已经误完了 我们坚持后就播到这里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好 谢谢各位辛苦了 谢谢 其他地区有没有什么要补充问的 新加坡 温哥华 台中 香港 有没有要补充问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录播到这里 还有吉林 你们还有没有问题要问 好 那老师那我们今天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直播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好 老师 谢谢你 我们今天直播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 好 我们今天的现场实作教学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见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